崩坏心穷铁道 哎,对,袁叔又回来了 最近不是刚出了新版本吗 有些呼声让袁叔玩玩 之前我也玩过一顿,还录了一期视频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那号 找不到了 没事,问题也不大,我们重新来过 在做这期视频之前 其实我已经大概玩了七八个小时了 突然发现,诶,剧情还行 主要其中有些对话和主角操操作 让我有时候真的触不及分 故事的开始是一座空间站 突然遭到不明敌人的袭击 一方面防卫部队殊死抵抗 另一方面空间站的科研人员 抓紧时间撤离交战区域 其中两人一路飞奔 赶到大门处,却遇到一场爆炸 红发妹子叫卡夫卡 她和另一个声音正在讨论 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从那个神秘声音的话中可以知道 入侵空间站的是一个叫做 反物质军团的组织 他们不属于空间站 也不是军团的势力 一个叫做艾利欧的星河猎手 预言了这次事件 而他们就是打算利用这次事件 来完成一个任务 至于跟反物质军团的接触 那个叫做艾利欧的 没有做预言 那应该就是无关紧要了 只用一路推过去就好了 哦 毕竟艾利欧没写在剧本里的 都无关紧要 美妙的时光总有镜头 一套酷炫战斗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卡夫卡还漏了一个 就在偷袭机枪到达的时候 一道屏障出现 把这个怪物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点 而另一个人也出来了 银狼 能够数据化现实的妹子 就挺厉害 具体能力后面再研究研究吧 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寻找 号称为万物之癌的星河 而这个星河就在这个空间站里 根据银狼所调查的 空间站里除了星河 还有放置了各种奇物的房间 星河被藏起来了 但是那个房间里的各种奇物 可以帮他们找到星河 好家伙 还挺复杂的 确定了目标 两人前往那个放置奇物的房间 这附近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 大量驱逐在这附近游荡 不过现在他们是两个人 打起来就简单太多了 银狼的终结机也是酷炫 本身是个黑客 可以将攻击数据化 直接把敌人敲掉 虽然反物质军团 还想要埋伏他们一波 但是很可惜 两个人太强 以至于这场埋伏 就像是一场反暴围 本来他们以为 能在这边遇到空间站的站长黑塔 结果一查记录 黑塔大半年都没来了 妥妥的一个拐手掌柜 只是有个代理站长 叫艾斯达在指挥 这次疏散工作也是他做的 按照银狼找到的线索 有一个奇物应该是和终端设备有关 所以就需要看看哪个终端设备有异常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觉得银狼好像只是在说储存设备 但是好像又不全是 一个一个设备找太麻烦了 银狼打算直接黑掉整个系统 既然是伪装的终端设备 那黑掉系统以后还能正常的一定就是 果然这个小可爱不就出来了 取得银河 银狼准备了载体 没错 载体就是我 极限二选一 我选了个跟我同性的 应该没问题吧 终极工具人 我这就诞生了 卡夫卡那对我是一通念叨 具体说了些啥就跳过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废话 银狼都看不下去了 吹的卡夫卡赶紧开溜了 等话新穷列车人就要来了 再醒来的时候 我听到两人在说话 本来听说妹子要给我做人工呼吸 我打算在假装睡一会儿的 结果妹子拒绝了 要让汉子上 那不行 赶紧醒 要不第一次就要留下终身遗憾了 男的叫丹横 女的叫三月七 这名字是网民吗 这妹子是真的自来说 还没搞明白我是谁呢 就直接啥都跟我说了 这地方都被人入侵了 他就没想过我可能不是空间站的人吧 这两人就是刚才银狼口中所说的 新穷列车的人 他们经常要路过这里 今天刚好赶上了 就来帮忙疏散人员 抵挡入侵 然后这就找到我了 厉害了 这么偏僻的地方也能找到我 单横看我没什么大问题 先行离开去支援防卫科阿兰 我和三月七 决定先看看附近的情况再做打算 那既然也不太着急 索性就先参观一下附近 这么一大堆的奇物 不看看有点亏了 比如这个分装快乐 每次数数量都不一样 哎 这不就是定分枪吗 之前银狼提过这玩意儿 对着生物就可以打分 哎呦 我84分啊 比我想象中高 本来我还以为我最多也就是个70分左右呢 沿途我们就一路暴揍军团怪物 三月七是个好辅助 可以给我加护盾 至少前击绝对是个很好用的角色 经过机场不太困难战斗 三月七把人的小脸操控电梯 结果电梯毫无反应 我得嘲讽一下呗 三月七叹气 要是单狠在肯定会修好的 然后单狠闪亮登场 好吧 反正这里走不了 单狠也找到防卫科的阿兰了 我们索性先去问问阿兰是个什么情况 эт人在问阿兰